我覺得要尊重主辦單位 還有比如說奧運 你要尊重奧會的規定 這是一定要 就要說我們說 我們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賽 這個不要去太多 不需要做過多的抱怨 因為這是一個機會 不要因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想法 去扭曲選手的出路 選手需要比賽 他才能成為真正的選手 台灣是一個值得我們榮耀的一個國家 就像說中華台北 就是大家所走私的台灣一樣 其實賽會對人民 對賽會的認同感 其實反映出一個地區的繁榮跟富裕 因為這是相對的 儘管說很多國家 他們對運動的熱情 跟我們的出發還有過程 是截然不同的 台灣在這個努力過程當中 是成功的 台灣加油 那我很幸運 很幸運成為台灣頭兩位圈子 那我們當生 還有個人嗎 對 那大會員讓你幫我們 幫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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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當然因為參與一個賽事是一個很融場、複雜的過程 所以我們可以抵抗主辦單位的洗腦 不過相對我們也有一些可以看到 譬如說最明顯的就是鐵人三下比賽 原定在今天早上八點要比賽的 結果因為水質關係它必須原到第二天 那這樣的事情其實是 我不願意去確認說 或者說同意它是偶化的 因為三奈河水質有一定程度的水質在 不會因為昨天今天要改變水質 那他們把比賽演到明天早上 你也無法去寄望明天它就變好 那事實上上週我在東歐看到馬克王總統 他跳到三奈河去展示他對水質的確認 其實我們不得不否認這個作秀成本高過水質 真正好的程度 那尤其我在參與過 包括公開水質 那個PINA國際賽的那個 系列循環賽公開水質 10公里的比賽 那個前後我們對水質 都要有認證單位的確認 還有認可輸入才能提報的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那再看到三奈河水質 我昨天一到我就覺得說 這樣的水質 比賽不僅是鐵人三項 連公開水質游泳 都是一個 對選手都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性 了解 而且它還有一個 一定流速的情況之下 對選手的考驗跟挑戰性更高 那關於說游泳 因為游泳也是達哥你比較滿靈性的嘛 那剛剛你有看到 逛的比賽嗎 對 對 對 那你覺得說 他今天表現什麼 自己覺得怎麼樣 其實在預賽的過程 對一個精英選手 在預賽的過程裡面 他都是先穩住他的基本盤 他的目的就是要晉級 而且晚上 今天晚上就有晉級到 Semi-Final的比賽 所以這場預賽對桃園其實是五超勝圈 所以對桃園他只要有一定的 付出一定基本盤的實力 他就可以三千四百的 所以他不需要太費力 因為晚上晉級賽呢 慢慢就提高他的重要性 那當然到決賽不用說 這絕對是全開的 所以特別來支持一下 這次台灣參賽的這個選手 事實上我剛剛也跟黃志勇教練 有私底下聯繫過 當然不管這是順獻在握的比賽 不過晉級就是一個鼓勵跟歡喜 這邊想要再請問一下哥哥姐姐 就是你們來歐洲旅遊 然後把台灣穿在身上 對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 因為台灣是一個 值得我們榮耀的一個國家 就像說中華台北 就是大家所走資的台灣一樣 對 就是這種感受 因為我上個禮拜我自己本身也在 那個匈牙利的巴拉通LAC 進行那個5.2公里的公開水移游 那這種比賽呢 大會我們剛到去報到的時候 大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 頭兩位來自台灣的選手 那我也很榮幸成為 讓台灣成為50個參賽國當中的 一個參賽國 對 那姊姊要不要分享一下 台灣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 那個感覺是什麼 那當然啦 台灣 大家都知道說台灣是一個 人民非常善良的 所以 人情味是非常重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會很喜歡來台灣的 有沒有覺得說 透過一些體育賽是讓大家更知道台灣這件事情 覺得 大家知道不太好 其實 台灣運動賽會在台灣這幾年來 的確是蓬勃發展 那其實賽會對 人民對賽會的認同感呢 其實反映出一個地區的繁榮和富裕 因為這是 這是相對的 那儘管說很多國家 他們對於運動的熱情 跟我們的出發 還有過程是截然不同的 那台灣在這個奴隸過程當中 是成功的 那儘管我們也沒有 西方國家 對天生對運動的熱愛 但是 經過我們大家 全民大家的努力 其實包括說 大家參與運動 包括說 體育賽比賽啦 陸法賽啦 那現在在台灣是蓬勃發展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情況 再加上我們台灣人的熱情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人對運動的認知 已經提升到某一個國際場地 我是有聽說 不要講 對 我會聽聽 不是會 對 會 所以基本上 其實我們只要 我們不是在這場地裡面 這場地外面的時候 其實它也沒有辦法去做 這樣 約束 對 所以你只要進到裡面的時候 進到裡面是會被約束 因為那是屬於奧運犯罪 那你在奧運外面的時候 它是管不到的 那是 那是一個自由 自由行為的表現 了解 大哥 那我們想 就是再另外跟你問一下 就是說 您覺得 對於這件事情 你打柏奇這是一個 對 對 拿柏奇進場 然後就是 觀眾會被驅離 會被驅趕 或被禁止 是 對 這件事情 我覺得 還要尊重主辦單位 還有譬如說奧運 你要尊重奧會的規定 這是一定要 譬如說我們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賽 這個 不要去太多 不需要做過多的抱怨 因為這是一個機會 不要因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想法 去扭曲選手的出路 選手需要比賽 他才能成為真正的選手 對 所以就是以尊重主辦單位 尊重主辦單位 然後 也尊重選手 對 因為大部分在講這句話 這些話都不是選手 那會不會覺得 稍稍繼續有點 台灣在國際地位上面 還是稍微被打壓 一定會的 所以台灣人顯得更堅韌 因為這樣才會變得更強韌 更強大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就像說 就像在溫室裡面長大的小花 你會喜歡這樣的小花嗎 對 你一定喜歡在那種巔峰上 成長出來的那種 受盡風寒的蘭花 那種花你會更欣賞的 這到底是一樣的 了解 所以就選擇在場外的時候 拿出來支持一下台灣人 但是在場內我覺得還是順重 不要去做過多的抱怨 對 這樣比較好 在場外就是支持 原則上大家都以和諧為貴 了解 來 那我們要怎樣 原來的這樣 可以嗎 然後我們拍一下 現在變成一段經濟的 一段時間 在動在眼子上 一段時間 都超重要的 都超重要的 這段時間